各位朋友们好,眼前这两只标都是全金的 不是,是全金色 今天想拍一集《不公平比拼》 今天这两只标都是出名的牌子 左手边是 Seiko,右手边是 Middle 所以这两只标都不是真金的手标,是金色 但金色非常彻底,标面标圈标壳标带都是 标径大概是39mm,也挺薄的,是10.5mm 标二标二标二是44.5mm 也不是很大只的一只手标 但非常抢眼,全金色 看到它陆时位置写了automatic 21 石 新地还是红色,更抢眼,金色再配红色 这只标没有停秒功能,所以它的机芯不是现在常说的 4R36,是上一代的机芯 看到它的扣有Double Pushers 也是金色打开,那就是当日不受缸 其实是不受缸赌金 看看机芯,这是7S26上代机芯 没有hacking,没有停秒功能 就有星期日历,防水性能是30米 所以这个不是Seiko Fire Sports 不是100米,是30米 看看夜光,夜光就有了 纸针和小时黑度的尾部有一点都有夜光 戴上我7吋的手腕,大概39mm 就一点都不会太大只 不过它因为颜色,所以非常抢眼 这只就是Seiko 旁边的那只就是Middle Power Wine 我之前介绍过这个钢带蓝面的版本 这一款全金色,当然看起来不同 40mm标径 至于厚度是12.5mm左右 标以去标以就48mm左右 大比Seiko 那个小小小 不过金色都是一样这么抢眼 写着Middle Automatic Middle用料草字样 因为它是复刻当年的手标 接着之后Multiford 对了,这个Power Wine 就随属Multiford系列 退出一格就较日力 退出两格就较时间 日力在六时位置 还有它有阿拉伯数字392 配合这个日力枪 其实就非常平衡 让大家看看这条带 这条带亦给大家一个很复古的感觉 有Double Pushers 一按打开 这个就比Seiko 优胜一点 因为打开了之后 都是度金的 都是金色的 不过鸵的机身就跟Seiko 一样 都没有做金色了 都是银色的 鸵又日内亚直线打磨 当然就有这个Middle 这条带的Caliber 80 80小时动力处备机身 亦有夜光 指针 拉白数字也有夜光 而且我也很喜欢 它那个飙镜 南保时尚飙镜 拱起很有复古味道 再配合Middle 这条带的复古Logo 一流 戴上7吋的手腕 非常之正 有镜子 对于镜子 再戴上 这个Seiko 手标给大家看看 对于镜子 再清楚点 在手腕上是怎样的 这一只就是Seiko 接着再戴上Middle 这个手标 对呀 今天刚好穿着黄色的衣服 就是刚刚的 配合金色的标 我觉得也挺潮的 大家都看到 价钱 Seiko 这一只 2160 定价 Middle 就是9000 港元 所以叫做不公平比平 对不对 价钱也差一桀 Seiko 这一只 它就是用了上代的机身 无停秒功能 全只金色 但这只标 看到底下 写着Made in Japan 其实也不惹笑的 至于Middle那一只 也是杜金的 不过它有80小时 处备 当然就有停秒功能 瑞士制 价钱也是高级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一只 全金的手标 当然不是真金 杜金金色的手标 那你会选哪一只 那给我呢 也是会选Middle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些朋友 会选Seiko 这一只 因为Seiko 那一只 其实你有一个折扣优惠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两只标 都可以在佐端预画国货的 永记标刊找到的 如果多个优惠的话 其实Seiko 那一只 就是千多元 而Middle 我认为八千多元 都是欠缺的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用金色的手标 其实也可以考虑Seiko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区小店和我拍影片 未订阅都麻烦大家订阅 我最喜欢找些特意的钟标议题 跟大家谈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这一集的 不公平比拼 拜拜